荆棘之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 在这山那彼腹的城 我与你共存 爱一束光透着锋芒指引我穿越悲伤 那一次的遇见命中固定是你 欲望将心抹去冷脚 嘲笑温情从不声长 我偏要做着夜或少 不尽容量 怕爱未扬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势 我思想于是催马换几等烈场 开头遥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祈祷 天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行不能飙荒 甘乱世未亡 笔指雪涂浪 才有希望 谁能飙草 不论 带crazy 还款 枝 tanta大隻 爷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乖乖地给我束手就紧 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准备 走 来 走 走 死 人是我杀 他是我伤 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 再不出手 救世子就难如登天了 我们现在任何举动 都会坐视燕巡的罪名 我们不能再贸然行事了 可是魏帝反复无常 又急易受人挑拨 朝堂至上 世子他 我有办法 办法是可行 可是你去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吧 那行 我不能去见他 只能你去 时间来不及了 再等一会儿我们就出不去了 那好 你小心 公主 怎么了 燕巡世子的侍女 买通了守门的侍卫 在门外等候 说是燕世子有难 请求您援手 快 四六爷 门二公子失手了 现在燕巡被押往皇宫 面见皇上 公子说 要将刺客的失手 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 快去看看 诺 你们几个 一会儿找机会 把那些失手都埋了 都走麻了点 诺 诺 把湿蚢运走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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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有命 一定要把尸城保护好 快 快点 四六爷 有人伏击了卫府的侍卫 失手被公主带来的人抢走了 这个笨蛋没输妖 四六爷 咱们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抢回来啊 诺 走 把他们抬走 扔到城外 我看这些人在城外 至少要躺两个时辰 不会乱食了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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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到 乖 乖 皇上 您的酒没了 奴婢去给您换一瓶新的 你是谁啊 我是您的奴婢 是皇上的人 朕的人 蒲天之下 生灵万物 都归皇上所有 真会说话 你叫什么 奴婢名叫兰儿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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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您睡了吗 这都火烧眉毛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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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睡了吗 皇上 皇上 什么事啊 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您去处理 他人不错 这话尽为淑仪封浩兰 出到兰傅宫去吧 诺 年轩 朕裁宽恕你 你以戴罪至身 竟敢提刀伤人 臣恐慌 皇恩浩荡 臣敢记不记 但是 臣只是保命 魏叔游深夜行私 臣若不拼命 就不得已保命 请皇上为臣做主 臣本来是为了 燕巡的安全着想 正常寻查 没想到这小子要逃跑 被我识破 还想杀我灭口 皇上 燕巡跟他父亲一样 狼子野心 不足为信哪 你眼睛是不好使吗 鹰阁院里有那么多的尸体 你看不见哪 明明是魏叔游集结刺客 而燕巡呢 只是自保 羽王殿下 你连你表兄的话都不信了 殿下见到刺客了吗 看到尸体了吗 这倒没有 不过可是 宋儿 退下 皇上 臣这儿有连夜审问 守卫的政策 当晚只有魏叔游 燕巡并无刺客 禁皇上 殷格院的守卫 本就是宇文府的人 臣认为这证词不可行 皇上 臣明白今日之事 臣百口莫辩 只是臣自幼长在京城 皇上明眼如炬 臣是什么人 可会行萧小之行 现为小人之举 皇上 皇上 若因此治罪燕巡 恐有迫害之险呢 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这苦肉忌唱得真好听 不但害了魏儿公子 连贵妃娘娘都轻信了 比起你那大逆不道的爹来说 真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这叫什么呀 青出于蓝 胜于蓝吧 盐巡若真如你所说 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但是 袖里藏刀 指鹿为马 颠倒黑白 盐巡若真如你所说 华公子的本事 盐巡受教了 世子 您可别往我身上抹黑 是非黑白皇上自有定论 只是 您已是在押之人 戴刀伤人我们可都看见了 您说有刺客 谁看见了 证据呢 你这明明就是欺骗皇上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一数字 无权无视 别说瞒天过海了 就连戴刀伤人都不敢 您高看了 宇文华 你当然没那么大本事 儿臣拜见父皇母妃 谁让你来的 别在这儿胡闹 赶快回去 父皇 儿臣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 说 殿外那具尸体 是今天晚上魏府 派去刺杀英雄哥哥的刺客 也就是 魏树游的贴身亲信 魏树游经常带着他四处招摇 宫中知道此人者众多 在殿上的诸位 想必对那个人也并不陌生 宇文公子 你说是吧 宋儿 宇文怀 殿外查看 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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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一点错都没有 宇文公子 你不会连他也不认识了吧 似曾相识 但不认识 宇文华 什么叫似曾相识 你天天跟魏淑游私婚在一起 他在天生亲戚你会不认识 淑游 你去查看一下 看看是否是你府上的家奴 你可要查清楚了 这件事情 可不是你死不认账 就能蒙蔽过去的 你也知道 本宫有的是方法 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诺 曹水 这件事是都不认识的 你不认识了 你不认识 那是吧 你不认识的 你的家奴 不认识的 好 再来 你 再说了 因为定北侯要谋反的时候 想在权贵身边安插探子并不难 你 就是 三更半夜 公主怎么会知道 英哥小院发生了什么 又那么巧遇到那些刺客 还带到皇上面前 皇上 此人虽是臣府上的人 但并不是臣心腹 臣只是觉得他机灵才留在臣身边 没想到他是武功高强的人 八成是什么 厉害人物放在我身边的探子吧 燕巡自游在京城为之 小心谨慎 深恐行差踏错惹来祸断 别说武艺高强 身边连个会武功的人都没有 你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把他们抓过来一问便知 皇上明见 温叔游先是想刺杀为人 或有诬陷为人 心思态度令人发指 燕巡乃是一介罪人 信得吾皇开恩 才得以苟权性命 断不会把会武功的人 带在身边 你胡说八道 如果没有那两个人 你以为你今晚 能保住你的狗命 你早就被我们乱人分尸了 原来是这样 父皇 你听见了没有 他亲口承认的 就算有些人再巧成如活 应该也没有什么用了吧 你不是说 这燕戈院里 除了燕巡和魏淑游 没有其他人吗 皇上 他应该是五十散发作 胡说八道吧 你是当朕糊涂啊 皇上 臣有罪 臣失察 皇上早有旨意 禁止门阀接近烟煦 书游 你真是枉费了皇上 对你的期望 简直是胆大妄为 欺君往上 真是该死 不过皇上 臣妾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虽然形势鲁莽 但是本性善良 今日之事绝对不是他的本意 一定是受到奸人的唆势 才会做出此等忤逆之事 还非所言即逝啊 父皇 现在既然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 那就快快处置他们吧 燕巡哥哥也是受害者 您就别让他跪着了 燕巡 你起来吧 你起来 你起来 要不要 你起来 自己的 你起来 我起来 我起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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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起来 打二十大把就完了吗 没有规矩 不是夫人 都回去吧 一场好梦都被你们给绞了 燕巡世子 你倒是挺机灵的 诈谎了魏淑游 可是自古门阀相争 有几个是靠机灵的 还得靠实力 宇文怀 舌头没白长啊 真是好口才 公主 我也是一片好心哪 一片好心 请把你的好心收起来 以后离我的燕巡哥哥稍微远一点 再有下次 本公主绝不侵扰你 我知道在公主的眼里 只有你燕巡哥哥对你最好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我也要嘱咐公主一句话 不要所托非人 伤了自己 叶巡哥哥 我问太医拿了一些伤药 拿回去图上吧 只是一些皮外伤 不碍事的 今日还要多谢公主援手 盐勋在此歇过了 盐勋哥哥 你 你 你的药 世子 请留步 盐勋 你在遭遇 我很痛心 我很抱歉 没有去看望过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既无心 就请不要耽误重公主了 世子今晚会回来吗 会的 你受伤了 披外上 没事 进去休息一下吧 我在这里等就好 不用 没事 应许 世子 应许 都还好吗 我们都好 卫帝怎么说 打了卫树游二十板子 回府闭门寺过去了 就这样 就这样 皇上根本就不想处罚卫树游的 这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一旦罚众了 以后人心就会有所顾虑 朝野上下 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敢对燕巡动手 显然这不是皇上想看到的 他只是想控制燕巡 利用燕巡控制燕北 一个朝不保夕的燕巡 总比一个安全的燕巡 要好对付得多 看来以后我们得更加小心了 只要我们一日还在长安 就不能掉以轻心 卫帝想要杀我 我又何尝不想取他的性命 阿楚 你来了 今晚应该不会再有刺客了 我就在这儿睡了 你受伤了 皮外伤 没事的 让我看看 真的没事 让我看看 我刚已经做了处理了 血已经止住了 燕巡 你干什么去 去拿药 去哪儿拿药 去找公主拿药 心在外面都是杀手 我们身上都有伤 就算不被他们杀死 也会被皇帝制一个重罪 这个时候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燕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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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我真的没事的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乱了分寸 我们好不容易活下来了 每走一步 都要小心谨慎 你想想你的家人 想想你的父母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你了 千万不要冲动 忍耐 忍耐 再忍耐一下 没事的 我真的没事的 你乱想你们 去哪儿 你这样的 我都在哪儿 我还是不让自己 你来 这道具 公子 还有什么要带的吗 集合约会 诺 岳公子 请不要叫属下为难 怀公子现在不在这儿 公子是来拜访三太夫人 又不是来拜访怀公子 三太夫人瘫痪多年 早就不见外人 请岳公子等怀公子回来 诸位请回吧 就不见外人 先拍这儿 好 小黑 明天 算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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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